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請部長 請毛部長 葉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我還是一樣先借用幾分鐘的時間 我們來講一下這個中國國家旅遊局的局長 他那個邵棋偉他講說沒有安全就沒有旅遊 事實上這句話是對的 好 我們要很很客觀的講這句話是對的 那麼我們在講 可是一個官方的局長這樣講 對我們整個台灣的國家形象是影響很大的 而且這個官方的局長代表這樣講 全世界的旅遊觀光恐怕都會注意到 那對我們的影響更大 好 我們再來講 那實質上中國在去年到台灣來的旅遊人口呢 就移民局的統計已經創紀錄達到151萬人 所以這在在都顯示啊 這個邵棋偉講的話很重要我們要重視 但是呢 我要先這樣說啦 那其實我們去中國也不怎麼安全 我們去中國一年呢 他們來151萬 我們到那邊是514萬 這個是他們中國官方的統計喔 這個就是那個旅遊局的統計喔 就是中國國家旅遊局的統計 99年1月到12月呢 一共514萬0600人 好 我們去那邊呢 也一樣狀況很多 一下子什麼雲南車禍 山東車禍 酒在溝又怎麼樣 當然這個也都是意外 好 那我們也沒有講到說 欸 不要去了 沒有安全就沒有旅遊 所以喔 人是對等的 同樣國與國之間也應該是對等的 我們第一要先要求自己真的把安全做好 但是第二呢 我們也要提醒他們說 這個要相互體諒一下 也應該對等一下 那你也搞好你們的 至少我們還沒有說到了那邊 還有搶劫殺人的 像那個天島湖事件 對不對 好 那這個先不要說啦 對等以外 我們還是先檢討自己 部長 我先要求齁 我們到底旅遊安全什麼時候可以做好 跟委員報告齁 我想完全同意啦 這個所謂這個沒有安全沒有旅遊 其實這是一個概括性的說法 那這個旅遊可以講是非常敏感的一個行業 那麼安全是中間非常重要的要素 不論從任何角度 任何時候我們都要把它當作最優先的工作來做 而且我也會跟委員這樣報告啦 要改善旅遊安全這個事情 基本上是個沒完沒了的工作 是要持續進行的工作 那當然就是說我們在所有 在我們思考所及應該防範的範圍 我們應該盡量防範 那如果萬一仍然就是說會有意外出現 我們要針對這些意外 我們要記取教訓 然後呢就是以後不可以再犯 我們基本上大概要本這樣一個原則來做 部長 這個還是空話 你們每次出了什麼事 都是以後不可以再犯 結果都再犯 以後要改進 結果都沒有改進 部長 要具體一點 我要具體一點 可以再具體一點嗎 就譬如說像蘇花路的這個發生這個事情 現在我們等於說 對於譬如說我們仍然是用語樣來管制 但是過去我們語量可能是用一小時的 甚至更久的語量來做觀測 來做判斷的依據 我們現在就是要變成十分鐘 好 很好 這是舉個例了 好 還有嗎 其他的話 像這個 譬如說像國山 國道走山的這個事件 那我們現在幾乎是 部長 我們整個工程系統 整個維修的這個概念都整個改變了 大概是有些事情我們做起來是 基本上涉及到整個體制面我們都要牽動的 那另外兩個最夯的景點呢 阿里山的火車安全呢 道路安全呢 泰魯閣的落實呢 就是這個以阿里山的這個公路安全來講的話 實際上現在公路現在在做整 過去大概都算是搶通層次的一種改善了 那現在我們是在做重建層次的改善 就是道路我們希望能夠把它 正式把它這個做永久性的一個改良 那像這一部分的話 大概中間幾個大的工程 這個絕大部分都會都在八月底可以完成 那中間有一個橋樑比較複雜到十二月底 那像這些就是說是一個 是一個比較資本的一個公路方面的一個安全的一個確保 那然後在鐵路方面 當然現在就是說這個 我們站在鐵路監理機關的立場 我們我們我們會會會會會會要求這個森林這個 這個林務局的森林鐵路 這個單位來來把相關的這個路線的安全的檢查 乃至於說像這一次這個大的樹幹掉下來這種情形 這樣在他們SOP裡面中間應該要做什麼樣的修正調整 等等這些我們都會都會去要求 那至於說像太魯閣這一部分 我想基本上過去這個戴了安全帽以後 仍然發生這個意外 最主要的情形就是我們後來發現 是他停車的地點可能仍然太靠近落石區 所以我們就要求他的停車地點就是 就是在在往更安全的地方來停 那然後呢就是讓遊客你到了確定安全的地方 你才脫下安全帽上車 就像這些措施大概都在做做做做做調整跟改善 好部長我想這個重要的一點 你應該要再加強一下就是橫向的協調 改善安全的部分這個橫向呢 除了你剛剛講的可能是跨部會的林務局跟交通部 觀光局等但是橫向還有一點是地方政府 是這個你們要要特別再去加強了 了解好那我們再回到今天的主題 部長我們這個今天要審的這個港務公司 這個這個以後全國變成一家的港務公司 那這個呢我認為這個如果真的這樣下去呢 第一個就扼殺了港式合作的規劃 這個模式很簡單的說我們現在來說 你所有的這些法條裡面只有第十條之一說 提拨一定的這個英語給這個所在地的直轄縣市政府 也就是只有分一點錢啦 其他簡直都沒有什麼港式合作的空間 我很很簡單的說剛剛你也說到了以後這個公司要成立在高雄 好地點也沒有那麼重要台灣服務員並不很大 但是將來呢假設我們台中要港式合一 那麼台中市政府呢要先跑到高雄的總公司去拜託 這個高雄的總公司呢還不一定答應 這個讓這個是不是是不是整個台中港的港式合一 或者其他將來的港式合一呢都要經過這個總公司點頭 這個某種程度就已經阻礙扼殺了港式合一的這個進行跟規劃跟規模 也也斷了這個地方政府想要參與的這個這個機會 我們再說啦這是一家公司 將來因為港式合一可能我想要港式合一 那地方政府現在有很多是自仇裁員的 那我想要入股 我想我要入股我還入股到這個總公司 我本來是想要入股到我的港口的公司 我現在必須要去入那個總公司 那入下去也要等於美耶 部長這樣妥當嗎 跟委員報告 我想我們也是最近這一段時間在觀察 我們之所以幾個港要變成一個公司 最主要我們希望是能夠各港 我們台灣各港之間不要自我相互競爭了 我們看了太多這種例子 像這種這個這個 很多國家它各港因為不一致 但是港的性質相近 地區臨近 結果就出現諸侯主義了 然後結果呢就是各個港被人家各個擊破了 所以呢就是說變成一個港務公司統合在一起 我們認為說最主要我們是著眼在這一點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對各個地方來講的話 我們現在的設計 各個地方他們從港的這個經營上面 所可以得到的這個這個收入 跟過去相比不會減少了 只有增加的機會了 這第二點 第三點呢我們將來在機制上面 我們已經要求地方政府 邀請地方政府可以加入港務公司董事會 那然後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屬於比較地方性的一些 不涉及到影響全局的一些地方事務事項 仍然是有分公司可以來直接處理 所以我想像這些地方 這個然後另外像 只會目前投資來講的話 基本上我們現在是維持國營了 我們並不是說是公營的港務公司 是個國營的港務公司 因為我也可以這樣講了 在可預見的未來這個港務公司 是本身不會賺錢的啦 在有相當多的地方仍然需要 這個這個這個 透過國家的力量來維持它的經營啦 所以更長期它是不是可以開放地方入股 我想那是未來的 未來比較長期的事項 那是第二段我要跟你討論的 就是成立公司以後 你現在都說啊沒有關係啦 成立以後還是國營啦 既然叫做公司 它就準備是要營利了 既然叫做公司 它將來就有一天 就是會變成可能變成民營化 也許可預見的將來還沒有 但是有一天它可能會民營化 就像中華電信啊 好那是我第二階段了 那一定要修法 我還是再說一次啦 好部長 你說的觀點跟我的觀點 剛好相反 你認為說這樣好 這樣才不會相互競爭 惡性競爭 我的觀點呢 是這樣將來大家吃大鍋飯 不會啦 從從績效考核 我甚至於跟 我跟我跟委員報告 包括中華電信在那 即便它現在民營化了 它一家公司 它下面仍然有幾個分公司啊 有有行動公司 有數據公司 那我們各自的業績各自獨立 來分配他們這個營業目標 達成的話 獎勵的幅度也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想 我想並不會說 因為是放在一家公司裡面 然後就變成大鍋菜 不會這樣發生 我們現在已經有很多的先例在那邊 部長 你說不會啦 那我認為會啦 這個是一個很 真的是很難 很難說誰才是對的 我們還有 還有後面還有後續可以觀察 但是我們就要再來討論一下 你剛說的那個股份的部分 來 現在呢 你現在要成立一個公司了 那港務公司成立以後 按照第二條呢 港務公司的業務就包括 三港區域的建設 啊這個建設是什麼 三港區域的建設是建設什麼 建設指什麼 對啊 碼頭倉儲這些設施啊 蛤 是什麼建設 碼頭倉儲等等這些公共設施啊 好 碼頭倉儲等等這些 這些 碼頭 特別是碼頭倉儲 這個 這些是可以盈利的喔 所以它的建設是這個 是不是 好 那我再請問喔 那我們 公務預算裡面的 航港建設基金 航港建設基金 用途又是做什麼 我們可以這樣講 航港建設基金 它有兩大塊啦 有一塊我其他的這些 沒有納入港務公司的這些 國內 國內商港 啊 仍然需要我們 這個航港局來 來來來支應它的建設發展啊 然後另外 即便是港務公司的防波體等等 那些設施 將來基本上也會是 這個要需要 航港局的公務 公務預算來支撐的啦 來 部長 這個問題就來了啦 部長 這個問題就來了齁 你知道我的問題來了齁 就是你現在呢 要成立這個公司 然後呢 又要有股份 當然啦 你說現在這個是國營的 但是問題呢 將來我們 可能會民營 可能會事故 可能怎麼樣 沒有這些我們都沒有談 這些都是以後的問題 好 好啦 這個 中華電信以前也都是說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都是以後的問題啊 這要修法嘛 你修法這一關過不了更不會發生嘛 部長 我告訴你 所以我們今天法條就要明確的界定出來 到底哪些是 那我就要問啊 那將來 未來將來的發展計畫評估 要用公司的錢 還是用基金的錢 這個是不是 是不是請這個 蛤 蛤 蛤 就是計畫規劃的錢 整體規劃還是有港務公司在做整體規劃 好 那我再問啊 那管制檢查 業務費是誰要出 基金出還是 管制檢查如果是公權力的部分就是航港局 那如果是屬於民間公司的那種檢查部分 是屬於企業行為就是港務公司在處理 喔你看 這兩種都有 那到底怎麼分啊 因為它是有公權力 好 來 那強制過棒的實行費是誰來出 過棒的實行費當然是港務公司在收啊 好 那港務大樓的新建誰來出 港務大樓的部分如果是港務公司用 就是港務公司建 那如果是航港局 CIQS在用當然就是CIQS在用 那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是這樣 目前我們的規劃是說會整合在一起 在同一棟大樓裡面 那這個部分詐案面積來分擔這個經費 我看齁我們這個法齁 如果真的要照你們這樣 真的還有很多很大的問題 保護委員我想像這一部分齁 事實上在我們的空運這一塊 就已經有一個禁止在那邊嘛 好 我們空運那一塊我們的CIQS 這些也是要公權力啊 我可以同意 我現在說的就是這樣 我可以同意像 像我們的這個桃園機場條例一樣啊 我們可以一個一個來啊 是不是我們就用準具法就好啦 好我們現在今天就是要 最大的問題說 這到底是一個組織法還是一個準具法 這是一個組織法了 那你如果要拿這個機場公司來比比喻的話 那我們這應該是一個準具法 沒有我比照的也是機場公司條例 那不一樣啊機場公司是準具法啊對不對 你現在又要用組織法 這個就是問題之所在啊 這個就是問題之所在